新版《倚天屠龙记》上映后 饰演周芷若的邱逸萌 首次发文回应脸部浮肿问题 透露最近收到很多人的留言和私信 并探言自己饰演的周芷若 与以往版本对比并不占优势 还需慢慢磨练演技 在演技和角色受到争议的情况下 邱逸萌的大方回应 瞬间为自己提分不少 不过 网友们还有一个问题很疑惑 邱逸萌以前的剧照和视频都挺漂亮 可电影海报和剧中的周芷若为何却如此拉胯 有网友因此发出灵魂质疑 你到底怎么得到这个角色的 其实 邱逸萌最早的职业是平面模特 转型作为演员后 基本还没有怎么接拍过古装戏 尽管他已经很努力在诠释角色 但网红脸放在古装剧里 却并不会为自己加分多少 只有演技才能真正打动观众 对此 有网友鼓励道 想要做个好演员就不要再以颜值 演技才能让人记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